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7月22日 星期六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今早各大香港最新的消息 首先討論有一宗消息是這樣的 話說有個雙非兒童被遺棄在香港的廣華醫院 警方急急希望會誤到他的家人 據報他的父母都是內地人 整件事是怎樣的呢 和各位一起討論 另一邊說也討論近期片岸貧身 最新的情況是涉及了羅家英 為什麼呢 話說有高盛的高層要出書 說投資 竟然獲得羅家英的公賀 相關的片段不是AI 真的是羅家英 而羅家英是有承認有拍片 整件事是怎樣的呢 和各位一起討論 因為相關所謂的高盛高層 很有機會是騙徒 另一邊說說香港各大的最新消息 說到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進語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路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12歲的雙妃男童被遺棄在廣華急証室 消息說他在香港並無居所 警方正在急急找他的家人 報導的內文看到一名12歲的男童 竟然被遺棄於廣華醫院的急証室 醫院的職員發現過後致電報警 警方調查發現男童的父母並非香港人 亦不在香港居住 現在就發照片呼籲尋找他的家人 話說是昨天7月21日中午約12時40分 警方接獲廣華醫院職員報警 指一個男童在廣華醫院急証室內徘徊 男童的名叫陳雲瑜 12歲身高1.45米 體重藥膜35公斤 瘦身材 尖面型 黃皮膚 蓄短黑頭髮 說被發現時戴著黑色硬頸 身穿深藍色短袖上衣 卡其短褲和黑色梁鞋 男童沒有表面傷痕 案件由尖警區人員跟進調查 警方呼籲男童的親人或有資料提供的市民 盡快和任何一間警署聯絡 據了解男童是雙非兒童 有本港身份證 父母是內地人 男童在港並無住所 以往並非經常留在香港 他的身體和精神健康都無礙 現交由兒童機構照顧 以上來自HQ01的報道 已真是怪民一側 12歲的雙非兒童不知為何被遺棄 在廣華的急証室 未知能否找到他的家人 據報父母並非香港人 亦不在香港居住 亦不知父母知不知道這件事 還是知情 暫時一頭無水 警方正在急急找雙非兒童 在香港看看有沒有親人或認識他的人 算是礦仔說挺離譜 整個小孩可以留在急証室上算甚麼意思 究竟整個過程如何 暫時未知 是刻意遺棄還是不小心走失等等 還要有待跟進 另外亦提及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屯門黃珠路電單車自己炒車 往屯門公路交通濟室 報道機內文提到 今天7月22日早上7時37分 一部電單車沿屯門黃珠路漫線往屯門方向行駛 到安定村附近疑似失控自己炒車 鐵騎士人仰車回 身體多處受傷倒在地上 救護員接報到場 姓蘇46歲的傷者清醒 敬包紮過後送院 意外原因有待警方調查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電單車自炒 據報當時幸好傷者清醒 現在在宋苑救治中 另外亦提及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尖沙咀碼頭女子墮海 昏迷宋苑搶救 報道的內文提到 尖沙咀碼頭對開 今早早8時多 有一個年約50歲的女子 被圖人發現在碼頭對開的海面 災浮再沉 消防捷報道場 將他救起 他昏迷不省 被送往伊麗莎白醫院長舊 警方正在調查事件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這個女子墮海原因不明 身份未明 還要有待了解 另外亦轉體一下這宗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有名人祝福加持投資騙局 羅家英和何馬里都承認有拍片 不過他們說不認識這個人 報道的內文提到 話說今年4月 有一個人叫暗鳴是化名 在社交媒體上見到教人投資的廣告 兩名自稱是投資銀行高盛的高層林忠賢 和他的助手人士 邀請了他加入一個名為高盛環球俱樂部的通訊群組 當中林sir每天都會在群組分析股票的走勢 為成員提供免費教學 又有勁猜 簽到遊戲 阿明參加過後曾經贏得獎金 不過無認金融家人士的投資騙案 屢禁不止 阿明坦然對群組起疑 曾經上網確認高盛銀行是否有一個叫林忠賢的僱員 亦都試過退出群組 林sir是私信挽留 阿明曾經問林sir的助理 為何有這麼大隻甲拿隨街跳 對方解釋 就說林sir的業務正在轉型 8月亦都會出書 希望透過群組推廣自己 又說高盛會為會員提供的獎金作投資用途 所謂的林sir的助理就在俱樂部的WhatsApp群組裡 傳出一張新書叫贏家策略的封面照片 又附上五段片 五段影片分別是香港藝人羅家英 韓馬里 李國倫 梁家仁和梁小龍拍攝 五個人都祝福林忠賢老師的新書發布會 圓滿成功 和俱樂部在他的帶領下越做越好 那麼究竟這個所謂林sir是甚麼人 高盛集團的確有一個人叫林忠賢 是基金經理 不過高盛集團回應HK01指 集團和那個員工 和這個所謂的高盛環球俱樂部 和他們的活動是沒有任何聯繫的 記者發現這個騙局群組以林忠賢過往訪問的照片 改圖行編 設立過一個假網站 和多個社交媒體帳號 更加盜用過HK01的標誌偽裝 騙徒和阿明推薦的交易平台 亦是假的 那為甚麼群星會為他拍片 所有人都拍過真實的片段 來祝福林忠賢 報導內文提到 記者以顧客身份 問過一間內地經理人公司 負責人強調不接廣告 但只會提供祝福文稿 挑好藝人並付錢 最快兩三天就會收到影片 他提供超過100位藝人和運動員的報價 曾志偉、吳鎮宇、羅家英等 香港藝人都榜上有名 收費的底價由幾舊水 到幾十萬人民幣都不等 當中最貴的影星是恩子丹 要價是25萬人民幣 不過名單資訊的藝人 會不會接拍就不得而知了 至於羅家英 已經不同公司的報價 由約4500元到1萬元左右的人民幣不等 羅家英接受HK01訪問回應事件 就說應該拍過攝氏片段 但已經不太記得 也不認識所謂的林sir 就說這類的收費工作 是經理人安排照稿讀 就說我不認識這個人 我也不知道這本書說什麼 我相信我經理人 他就說一直都很小心 不接拍和金融、醫藥和酒相關的祝福影片 就說祝福人生日或者出書 我覺得沒什麼特別的問題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說真相大霸 怎樣羅家英會為這個所謂騙徒的集團拍片 原來羅家英本人也不知道 這些是祝福影片 若然那個人生日或者出書 很開心 結果就會用幾千元聘請羅家英隔空 可能錄影片很簡單 分幾分鐘就祝福他出書成功 生日快樂 也很正常 誰知道那人拿這段影片上網騙大家 其實很多名人很尊敬他 再騙人入局 最近越來越誇張 大家看Facebook、YouTube 或短訊都會不斷有不同的名人 就說教你投資 十居其九都是假的 很多名人出來澄清 不過說不及騙徒的進度 騙徒只欺騙一個 每個欺騙幾十萬、幾百萬 基本上都發過肥仔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